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找到了真爱 她说 以前没看清自己的内心 误把兄妹之情当爱情了 本以为离开她会死 但我熬过来了 收获了自己的事业 绽放人生光芒 蒋旭周却又回头找我 说她爱的是我 她那廉价的爱情 我早已不稀罕 公司内部的宣讲会上 芸汐站在台上侃侃而谈 大波浪的头发 给她明艳的五官 增添了几分柔和 自信的女人最美 正如此刻的灵溪 她在发光 我紧张地看向 坐在台下第一排的蒋旭周 不出所料 她嘴角不自觉扬起 眼神里满是欣赏 我捏紧了拳头 指甲掐进了掌心里 记不清多少次了 蒋旭周用这样 欣赏的目光看灵溪 而灵溪这个名字 最近出现在她口中的 评刺也越来越多 女人的直觉是很敏感的 我清楚地感受到 蒋旭周对她有好感 出于女朋友的本能 我开始警觉 因为从小到大 这是蒋旭周第一次 对一个女人产生这样的兴趣 宣讲会结束 在座的公司同仁们热烈鼓掌 灵溪却第一时间跑下台 冲到蒋旭周面前 眨巴着眼睛看着她 她吐了吐舌头 望向她的眼神 既兴奋又期待 怎么样怎么样 紧张死我了 这时候的她 跟台上的自信大方相比 又多了一份小女人的柔软娇巧 蒋旭周故意抿着唇 面无表情 灵溪的表情垮下来 哭丧着脸 可怜溪溪道 很糟糕吗 眼看着她快要哭了 蒋旭周才倾壳了下 点了点头 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非常棒 你吓死我了 灵溪松了口气 气得拍了蒋旭周肩膀一下 刚才我还真以为自己搞砸了呢 这不像你呀 你不是一直很自信吗 蒋旭周倾笑 这不是我来公司后 设计的第一套图纸吗 大家会不会喜欢 我心里也没底 灵溪瞥了蒋旭周一眼 再说 我也怕你觉得 给我付那么高的薪水不值 现在我觉得 高薪聘请你这个留学归来的高材生 蒋旭周顿了顿 在灵溪期待的眼神中 语气无比诚恳 非常直 那我就放心了 灵溪拍拍胸脱 两人边说边出了会议室 等他们一出门 房间里其他人的目光都肆有肆无地朝我瞟来 看吧 他们之间不正常的亲密 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现在大家正在观察 我这个正牌女友的反应 公司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蒋旭周的女朋友 因为她一向高调 在我入职的第一天 就跟大家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 为了让大家关照我 作为公司的老板 她请全体人工出去吃大餐 接下来的日子 全公司的人都看得到 蒋总有多重女朋友 我每天上午要喝一杯风力水 她都会亲自给我泡好 她第一次端着茶杯 走进我们办公室时 其他人都吓得站了起来 她微笑 我就是来给女朋友送蜂蜜水 后来她每天都过来 送完水就离开 大家从一开始的紧张 也慢慢习以为常了 偶尔我会带阿姨 做的饭来公司 也都是蒋旭周 拿去微波炉帮我加热 她工作再忙再累 都会亲自接送我 如果要加班 也会先把我送回家 她再回公司做事 她的合作伙伴还打去 说公司里到处 都弥漫着恋爱的酸臭味 甚至公司还有员工被后壳 蒋总和她的小娇妻 这对CP 现在她却当众明显表现出了 对另一个女人的兴趣 我忍着尴尬 咬了咬嘴唇 走出会议室 蒋旭周办公室的门没关 我直接走了进去 两人的交谈声 戛然而止 我走到蒋旭周身旁 轻易地抱着她的胳膊 还有半个小时下班 等一下我们一起 去吃日料 蒋旭周摸摸我的脑袋 哄小孩的口气 乖 你这两天肠胃不舒服 晚上只能喝粥 我的余光瞥见 灵溪脸上的笑容消失 目的达到 我的心里略微舒服了点 那你们谈 我等你 他们两人坐在沙发上 我就跑去坐上 蒋旭周的办公椅 趴在桌子上玩手机 下班时间到了 两人还在聊 我走过去 摇摇蒋旭周的胳膊撒娇 我饿了 灵溪露出得体的微笑 一投入工作 我就忘了时间 这都下班了呀 我感觉脑子里 还有好多想法 不知道到明天 还能能记得 设计师的灵感都忘光了 那就是我这个老板的损失了 蒋旭周邀请 一起吃晚餐 边吃边聊 那我就不客气了 灵溪起身 两人就这么决定了一起吃饭的事 没人在乎 要不要问问我的意见 吃晚饭时 他们全程聊得热火朝天 灵溪从自己的设计理念 讲到留学经历 蒋旭周听得津津有味 直到将灵溪送回家 车里只剩我和蒋旭周两人时 他才后知后觉发现我的情绪 怎么闷闷不乐 晚上都没听你说几句话 红灯时 他伸手揉揉我的脑袋 我嘟着嘴 你们俩的那么默契 哪有我插话的份 瞎吃什么醋 灵溪是公司的设计师 是我高兴聘请回来的人才 我们得对他好点 才能把人留住 蒋旭周解释 他就这么厉害 我没好气到 设计出来的产品还没上市呢 你怎么就知道一定会成功 他本科的时候 就在设计大赛上的过奖 毕业的院校在国际设计领域 也算得上顶尖 他以前的一些作品 我也挺喜欢 蒋旭周很满意的口气 他是我亲自面试的 他的设计风格 很适合我们公司 我倒要看他 到时候他的产品卖得怎么样 我还是很不爽 怎么还在使性子 产品卖得好 受益的不是公司吗 我的钱还不都是你的 等于是他在帮你赚钱 你该偷了乐才对 好像挺有道理的 我的心情好了一点 新产品的设计稿 经过几轮商讨和修改 差不多订稿了 最后的订稿会上 灵溪向领导层展示完 所有设计稿问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人接话 他拍下手 好 那就这么确定 等一下 我插画 我觉得这个蝴蝶结的样式 太复古 跟这套衣服的风格不搭 可以改一个样式 活泼点的蝴蝶结 下助理 关乎我的专业 我一向是严肃对待 所以说话有点直 您不要见怪 芸汐朝我微笑 不仅不慢道 服装设计很复杂 也很深奥 涉及各种理论及实践知识 还要结合当下的大市场环境 不是飘渺的感觉就能确定的 我这样说 您能明白吗 我明白 不就说我是外行 不懂你的专业 知识吗 但服装不就是穿给别人看的吗 好不好看 不就是凭感觉吗 会画个设计图而已 至于这么高高在上吗 可我就是觉得 我正要开口争辩 却被蒋旭舟打断了 松松 你先出去 旭舟 听话 去办公室等我 我深吸一口气 转身离开 还有其他公司领导在 我不想下他面子 会议结束后 蒋旭舟回办公室 明明是他问 大家有没有意见 我不能提吗 我气冲冲到 心里憋得那股气还没下去 还特意强调我助理的身份 不就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吗 我也是名校毕业好不好 蒋旭舟捏了捏眉心 语气满是无奈 松松 你没学过设计 这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的 我没学过 那当初是谁不让我学的 我满腹委屈 明明当初我对设计感兴趣 是他说学艺术诱惑太多 让我去学中文 挣钱的事交给我 你只管享受生活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你操心 这是蒋旭舟曾经最喜欢挂在嘴边的话 估计是想到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 蒋旭舟语气放柔和了 做设计很累 我只是不想你活得那么辛苦 这样每天轻轻松松上班 也不用担心被辞退 不好吗 是啊 公司里每个人都知道 我是蒋总宠着的小娇妻 他们对我亲和友善 我每天准时准点上下班 可以随时请假 不用担心领导穿小鞋 工作任务轻松 过着让人羡慕的生活 蒋旭舟也做到了自己的承诺 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可是为什么我越来越不开心了呢 公司筹备新品上市的是 蒋旭舟越来越忙了 还时不时出差 我明显察觉到蒋旭舟变了 以前无论他去哪里出差 只要我说一声想去 他都会带我一起 现在他会哄我 乖 这次出去是太多 疼不出时间陪你玩 下次再带你呀 以前无论任何时候给他发消息 他基本秒回 最多不会超过半天不回 现在早上发的消息 他到晚上才想起来回复 对不起宝宝 陪客户参观场区 累了一天 甚至连视频都懒得给我打一个 这次出差 我故意两天没给蒋旭舟发消息 他就真的两天没找我 这是以前从来没出现过的事 我们很少分开 但只要不在一起 每天晚上是一定要打视频的 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 我买了机票 连夜赶往蒋旭州出差的城市 下了飞机 我给他打电话 因为我只知道他住的酒店 不知道房间好 可是那边迟迟没人接听 我只能先打车去酒店 快到酒店时 老远就看到远处冒出的青烟 司机师傅大声道 哎呀 前面好像着火了 心里不祥的感觉 越来越胜了 快点 师傅 我催促 快到时 我看到酒店大楼下的消防车 救护车骸 有被围起来的警戒线 以及围观的群众 姑娘 是你要去的这家酒店着火了 司机师傅惊讶到 车子停在路边 下车后 我顺着人群往里面急 我焦急地拿出手机一遍遍拨打 仍然没人接听 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感觉自己担心 害怕到快要失去呼吸 握着手机的手一直在发抖 蒋旭州 你千万不要出事啊 和蒋旭州一起出差的 还有两位产品经理 以及灵溪 我给他们每人都打了电话 同样度没人接 等待的过程格外煎熬 我站在人群里 看着消防员从里面就出一个个人 把他们送上救护车 等到快绝望时 透过泪水模糊的眼帘 我终于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是蒋旭州 他没事 我喜极而泣 抹了把眼泪 匆匆往他那里挤 快到他身边时 我却愣住 这才注意到 他的双手横抱着一个昏迷过去人 那人穿着酒店的浴袍 长长的卷发凌乱的散开 脸埋在蒋旭州胸前 只露出尖尖的下巴 但足以让我认出 他是灵溪 我以理不清此时此刻的心情 只想快点到达蒋旭州面前 就在我被踩了无数脚 艰难穿过推壤的人群 伸长的胳膊 终于快够到蒋旭州一角时 他却直直从我面前穿过 一声 快句就他 他抱着灵溪 满脸焦急地 冲到医生面前 我伸出的手僵硬地保持着原来的动作 他没看到我 尽管我们只相隔了一米的距离 以前那个满眼都是我 能从人群中一秒精准地找到我的人 就这么从我面前走过 连余光都没有落过来一点 此刻他只关心怀里抱着的那个人 男人有没有变心 恋人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 我清楚地感受到蒋旭州的心里 再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 到达医院时 我看到靠在走廊 满脸憔悴的蒋旭州 旭州 直到我走到他面前喊出声 他才发现我的存在 你怎么来了 他的眼里没有任何惊喜 我咬了咬嘴唇 你是不是喜欢上灵溪了 蒋旭州第一次对我录出不耐的表情 现在灵溪还昏迷不行 你能不能不要纠结 这些感情上的小事 你知不知道 他明明先被消防员救下的 可是他却非要转头找我 直到看到我 才放心昏倒过去 倒下的时候 他嘴角含笑对我说 你没事就好 蒋旭州靠着墙壁 慢慢蹲下去 声音哽咽 满脸悲痛 挺感人的 如果这个男人 不是我的男朋友的话 我没有说话 陪着他默默等待 两个小时候 医生告诉我们 灵溪醒了 蒋旭州迫不及待冲了过去 他蹲在床边 激动地抓住灵溪的手 语气却极尽温柔 没事了 灵溪的笑容是那么脆弱 嗯 真好 我们都没事 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 这属于工商 我反问 每一位员工工商都需要老板亲自赔床吗 需要怎么赔偿 按照规定来不就行了吗 他没有家人吗 不能通知他家人来照顾他吗 我做不到这样冷血 我必须留下来陪他 说完 蒋旭州毫不留情地转身 走进病房 一个人来 我又一个人回家了 在公司的洗手间 我听到两位同事的小声议论 听张经理说 林总监住院时 蒋总照顾的 那叫一个体贴入微 还亲自喂粥呢 张经理就是跟他们一起出差的 一位产品经理 业务能力不错 就是为人有点八卦 他一回来 全公司都知道蒋旭州 对灵溪照顾的有多周到了 松松公主怎么办 她不是蒋总的心肩虫吗 还能怎么办 小娇妻失宠了呗 不可能吧 我可是见过蒋总有多宠 瞎松松的 简直把她当女儿再养 听说他们还是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的 现实中的霸道总裁 和小娇妻典范 我还挺磕着对的 你没听说过吗 青梅永远抵不过天降百月光 太可惜了 我还挺喜欢松松公主的 精致可爱 巴比娃娃一样 甜妹添花板啊 我更喜欢林总监 名校毕业 有才华 有能力 妥妥地强势大女主 听说她之前准备去明昭的 后来被蒋总高薪抢过来了 我怎么听说的是 她向明昭投过简历 但并没有被录取 因为没有代表性作品 怎么可能 林总监挺厉害的 两人边讨论 边走出了洗手间 等听不到交谈声了 我才偷偷从隔间出来 本来我是请了几天假 今天是临时起义才来公司的 现在只能趁着没人注意 不声不响又离开了 我不想看到大家投过来的眼神 探究 同情 调侃 不论怎样 都会让我如芒在背 在家待了一个星期 蒋旭舟才带着林熙回来 我正靠在沙发上发呆时 大门被打开 他们两个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眼神定格 在他们牵在一起的手上 绝望铺天盖地袭来 仿佛变成了没有行动力的木偶 我就这么呆住 失去了思考能力 松松 我想跟你好好谈一谈 伴上我听到自己颤抖挤出来的一个字 好 蒋旭舟给灵熙一个安抚的眼神 拉着她在我面前坐下 这几天 我反复想了很多次 终于确定 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爱情 蒋旭舟的声音 一如既往的雌性好听 可是听着 怎么就这么难受呢 她吐出的一个个字 像一把把尖锐的利剑 狠狠朝我的胸口刺来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 耳边环绕着她说的话 眼泪束束落下 我捂着胸口痛不欲生 怎么就不是爱情呢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亲密无间 你说要一直保护我 不让任何人伤害我 到头来 为什么伤害我最深的 却是你 宁夕拿过茶几上的纸巾递给我 很善解人意道 擦擦吧 我没有接 抬眼望向面前的人 是你说 要把我宠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公主 是你说 对不起 松松 是我弄错了自己的感情 错把亲情当爱情 从小我就习惯了照顾你疼爱你 自然而然觉得 我们该在一起 以后要结婚 可是直到遇见灵溪 我才明白 什么是真正的男女之情 我欣赏她 爱慕她 想跟她在一起 这才是男女才有的感情 那我呢 你对我不是男女之情 却跟我住一起睡一起 那我们这又算什么 我失去理智 发疯一般地朝她大吼大叫 总之是我对不起你 讲续周语气 真诚地道歉 你想要什么补偿 可以跟我说 我尽量满足你 但我必须跟灵溪在一起 好不容易才等到真正的爱情 我不想错过 我给你时间 你可以慢慢整理情绪 想好了需要什么 可以随时告诉我 这套房子你先住着 我会搬出去 说完她站起身 牵着灵溪的手 坚定果决地走出门 万来俱静 我站在原地 保持静止不动的姿势 久到浑身都僵硬了 才猛然惊醒过来 像是终于发觉出了什么事 我把腿朝外跑去 外面已经没了他们两人的身影 蒋旭周还 有套房子在公司附近 我拦了辆车直奔那里 大门的密码还是我的生日 我打开门冲了进去 沙发上蒋旭周和灵溪在拥吻 听到开门声 两人吓了一跳 同时朝我看来 蒋旭周下意识挡住衣服 散开的灵溪 看向我的眼里含着韵怒 可是此时此刻 我完全顾不上思考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离开蒋旭周 我丢掉所有的尊严 扑向蒋旭周 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告诉我 我都改 旭周 你别不要我 我抱住他的腿 声泪俱下 你暂时被别的女人勾住 我不怪你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好好的在一起好吗 语气卑微到极点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全身的理智散尽 大脑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咆哮 不能跟旭周分开 我一出生 他就在我身边 我的名字都是他取的 从小到大 我们在一起二十多年 从来没分开过 他是我的爱人 家人 同伴 比我爸妈陪伴我的时间还要多 已经融入了我的骨血 我习惯了他的存在 从没想过 有一天我们会分开 离开他 仿佛生生要把自己的血肉剥离 我真的做不到 蒋旭周蹲下身 一根一根地掰开我的手指 语气坚定 别把自己变成这样 松松 你还年轻 还有大把的人生 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 你以后会找到真正的爱人 我浑浑噩噩地回家 睁眼躺了一晚上 清晨闹钟一响 我一击 从床上蹦起来 快速洗漱 穿戴 化妆 我拎着包 精神抖擞地去了公司 我还是蒋旭周的助理 我得认真上班 我要让他看到 我也是有工作能力的 灵溪能做到的 我也能做到 一走进公司 我就收到四面八方设来的目光 同情 看戏 还有心灾乐祸 蒋旭周和灵溪 已经公开出双入队 所有人都知道我被甩了 我强忍着想要逃走的冲动 低头穿过工作区 进入办公室 我已经一无所有 只想好好工作 可是快下班时 蒋旭周却把我叫过去 走进他的办公室 我一眼看到 坐在办公桌后的灵溪 那里是我以前经常坐着玩的位置 坐在沙发的的蒋旭周 冲我摆摆手 示意我坐下 我没动 有什么事快说吧 我工作还没做完 蒋旭周沉默片刻 像是下了什么决定 抬头看向我 松松 我希望你离开公司 我看向面前这个脸色 从容的男人 似乎是第一次认识他 印象中的蒋旭周 一直是温和的 耐心的 对我呵护被执的 我从来不知道 他还有这样残忍的一面 这份工作 是我能与他保持的最后一点关联了 他连这个都要亲手毁掉 他怎么能这样 轻飘飘就说出让我离开的话 过去二十多年的感情 说不要就不要了 变心的男人 都是这样残忍的吗 为什么 我颤抖着声音问道 我并没有犯错 凭什么离开 就当是公司辞退你吧 一切赔偿按规定来 蒋旭周语气不带丁点感情 你留在公司 对我们三人都不好 你也不想整天现在舆论漩涡吧 不远促的灵溪 无聊地划着手机 用脚蹬着地 坐在转椅上转圈玩 他明明没有说一句话 眼神也没往这边瞥 但我却知道 我的狼狈难堪 全都落入了他的眼里 前所未有的屈辱感涌上全身 我麻木地眨了眨眼睛 逼退眼眶里的失忆 好 我走 我哑着嗓子点头 抱着收拾好的纸箱 走出公司大门 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 我像是湿了痣 直接冲进了雨帘里 走着走着 手里湿透的纸箱裂开 啪哒掉在地上 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我再也忍不住蹲坐在地 在大雨里嚎啕大哭 这一刻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我被抛弃了 以后该怎么活 我浑身发烫 应该是发烧了 躺在床上 我紧紧抓着被子 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过了 再加上感冒 身体极度困乏 头昏脑胀 手脚发软 但精神却一直清醒紧绷 我望着天花板 又一次失眠了 脑袋昏昏沉沉 一直闪现着小时候的片段 我和蒋旭周 是真正意义上的青梅竹马 我们是对门邻居 都住在午中 叫职工家属楼 他爸妈和我爸妈 都在午中任教 两家关系好的像是一家人 蒋旭周比我大三岁 我出生时 他指着我的脸蛋说 妹妹圆呼呼的 好可爱 像只松鼠 我爸妈正好 在位给我取名字费神 当下拍板决定 我的名字就叫松松 小时候 蒋旭周稀罕我稀罕的不行 自己还是个小孩 却学会了怎么抱我 怎么充奶粉 怎么推车子 带我到楼下玩 每当有大人打去 问蒋旭周抱着的是谁 他都会一本正经回答 这是我妹妹 我们两家的爸妈 都在带高三 工作繁忙 经常不早家 蒋旭周小小年纪就很懂事 大人都对他放心 他很早就包揽了照顾我的职责 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比我爸妈还多 我上幼儿园第一天 蒋旭周牵着我的手 对我们班的小朋友说 夏松松是我妹妹 谁都不能欺负他 从小到大 他对我一直是保护者的姿态 我所有事 他都会帮忙操心安排 小学时我数学不好 他就每天晚上耐心帮我补课 每次重要考试 他都会提前帮我检查笔 橡皮等工具 是否准备齐全 每天上学放学 他都雷打不动地等我一起 甚至他还会熟练地帮我扎辫子 会编的发型 比我妈还多 我的高考志愿 也是他帮我填的 就在他同一所学校 我从小喜欢画画 还报过兴趣班 大学我想学艺术设计 他说学艺术的人 思想都很奔放 怕我被带坏 就让我学了中文 我习惯听他的话 也习惯按他的安排来 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蒋旭周从小到大 成绩都出类拔萃 再加上优越的外表 一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因为他从小学初中到高中 大家也都认识我 全校人都知道 我是蒋旭周的妹妹 是他保护的人 没人敢惹我 也没人有胆子追求我 直到上了大学 开学第一个月 就有人向我表白 蒋旭周知道后 拉着我的手 对那人道 这是我女朋友 以后离他远点 那一刻我的心 碰碰跳 就这样我成了 蒋旭周的女朋友 也成了全校女生 羡慕的对象 蒋旭周有多优秀 大家有目共睹 他不仅外形高大英俊 还成绩拔尖 年年拿奖旭金 大三时 他就和同学创业成功 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赚了人生第一桶金 就这样一个 各方面完美的人 居然还是模范男友 全校同学都见证了 蒋旭周有多宠我 和他一起去食堂吃饭 他从来不让我排队 递给我的饮料 永远都是拧开瓶盖 或插好吸管 他经常请我室友吃饭 给他们送水果零食 带托他们 如果我有事 第一时间联系他 我的衣柜里 有哪些衣服 他比我还清楚了 会在变天之前的晚上提醒我 第二天该穿哪件衣服 出门才合适 在全校同学眼里 蒋旭周是 完美的爹系男友 大家都说 他是把我当女儿再宠 还说能遇到蒋旭周 我上辈子 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蒋旭周比我大三岁 我大学毕业时 他的公司已经经营的风生水起 毕业后 我本来是进了一所重点高中 当语文老师 刚工作一个月 就有同校的老师追我 蒋旭周知道后 直接帮我辞了工作 在他的安排下 我成了他的助理 每天工作轻松 同事和睦 卡点上下班 就这样开始了米虫的生活 我以为可以这样一直生活下去 直到跟蒋旭周结婚 然后生孩子 过上我理想的生活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 人心是会变的 曾经说要照顾我一辈子的蒋旭周 他变心了 喜欢上别人 说好的两人携手走到白头 他却半路松手 抛弃了我 从小到大 我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 任何事情 不是蒋旭周 直接帮我做好 就是他手把手 叫我学会 他说 他喜欢我全心全意 依赖他的感觉 如他所愿 我被养成他的附庸 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成了他期待的那样 变成了牢牢扒着他的八爪鱼 他却不要我了 并亲手一根一根 掰下我扒着他的手指 可怕的孤独 恐惧 铺天带地向我袭来 我茫然 惶恐 不知该何去何从 在蒋旭周特意经营下 我甚至连一个朋友都没有 他是我唯一的朋友 他说 不喜欢我跟别人聊天 说笑玩耍 他会吃醋 他要我全身心 都属于他一个人 现在我连找一个人 倾诉的想法都不能实现 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自己睡睡醒醒 处于意识混沌中 等到终于清醒过来时 是因为太饿了 我看了看手机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居然躺了这么久 简单洗漱了一下 凭着本能 我下楼去找吃的 横穿马路时 因为我的神游 没注意到侧面开来的汽车 醒来时 我看到了围在床头的爸妈 他们都红着眼睛 你这傻孩子 不就是失恋吗 为什么要自杀 我妈沙哑着哭腔 我没 正要解释 却发现胸口剧痛 说不出来话 我们都知道了 蒋旭州朋友圈 发了新女友的照片 我爸沉着嗓音 孩子 我们都知道 你对他感情深 但你的人生 不是只有爱情 我默默点头 我以为离开蒋旭州 会生不如死 痛不欲生 我对他的依赖太深了 我想着 可能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那时我浑浑噩噩地想着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死了算了 可是 我真没想自杀 那辆小汽车朝我飞来时 我的意识是清醒的 我前所未有的害怕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死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原来我是怕死的 那一刻我只有不甘心 可能真的有死前 走马灯这一情况 我只知道 被撞飞之前 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 尝到我的脑子 可以思考好多事情 我不甘心就这么死了 我还年轻 回想我的一生 仿佛什么都没做过 前二十几年 我的生活 就只有蒋旭舟 仿佛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 从来没有做出过什么成绩 可能是死前顿悟 我发现自己白活了一场 不 不行 我不想死 等到醒来 我只有庆幸 喜极而泣 太好了 我没死 住院一个多月 爸妈一直在身边陪伴我 看得出来 他们很内疚 我爸一直说 怪他们没当好父母 从小看蒋旭舟一直照顾我 又觉得他成绩好还懂事 就真的放心把我交给他带 其实也不怪爸妈 蒋旭舟是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哪哪都优秀 哪个家长都喜欢这样的孩子 我爸妈就很喜欢他 大学时他们知道我和蒋旭舟恋爱了 还觉得捡到宝了 跟我说 能有蒋旭舟这样的完美女婿 他们做梦都要孝心 他们说 我是傻人有傻福 我不怪爸妈 人是我自己选择的 再说 世上最难料的就是人心 谁能想到 人体让人信得过的蒋旭舟会变心呢 出院后 爸妈和我一起去住宿收拾东西 他们不放心 我一个人再继续留在这里 让我跟他们一起回老家 推开门的时候 蒋旭舟正拎着一个行李箱往外走 她的旁边跟着林熙 松松 你怎么受伤了 她丢下行李箱 跑过来看我绑着绷带的胳膊 是下楼梯时摔倒了吗 我跟物业反映一下 把楼下的灯换个亮一点的 她动作熟练地扶着我就要往沙发走 我却躲开了 她的手甘大的停在原地 你把我拉黑了 一个多月没有你一点消息 我才想着过来看看你还好不好 顺便收拾点东西 看得出来她脸上的担心不是作假 但我知道这只是习惯罢了 她照顾了我二十多年 已经形成了深刻的习惯记忆 这都是下意识的反应 就像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是委屈 像以往那样身上破了点皮 都想跟她撒撒娇 让她哄哄我 但我生生忍住了 再强大的习惯 我总有一天会戒掉的 去小区超市 帮我买水的爸妈回来了 叔叔阿姨 蒋旭舟惊讶到 你们怎么来了 我爸冷哼 再不来 我女儿就要被你欺负死了 我妈走过来牵着我的手 看向对面两人 这是你心女友 果然很漂亮 我们松松说得不冤枉 放心 松松以后不会纠缠你 我们的女儿 我们自己会照顾 灵溪咬着嘴唇 脸色难看 蒋旭舟附在她耳边说了句什么 灵溪点了点头 离开了 还真是维护她 就这么被我妈说了两句 她就心疼了 赶紧让人走 爸妈扶着我在沙发坐好 开始帮我收拾东西 看着很快打包好的行李 蒋旭舟亚然 叔叔阿姨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你没看到吗 我们要带松松回家 蒋旭舟似乎很急切 我跟松松说过 这房子她可以继续住下去 想住多久住多久 如果她心里介意 我可以把房子过户给她 我们不要你的房子 我们的女儿要买房子 也不需要外人施舍 我爸冷声道 我知道是我混账 我付了松松 我对不起她 叔叔阿姨 你们想怎么打我骂我都行 是我该受着的 可是我真的没有逼松松搬走 蒋旭舟一副难过的样子 松松是我从小照顾到大的 哪怕没有爱情 我也会把她当亲妹妹 我会帮她找一个好工作 比在我公司的待遇更好 不必了 我妈打断她 既然分手了 那就不要再联系了 也是对你些女友负责 我们松松妹有哥哥 她是独生女 我们三人走到门口时 蒋旭舟在背后喊道 松松 你真的要走吗 再见 我没有回头 为了弥补我 爸妈甚至提前办理了退休 说要陪我到醋逛逛 其实没必要的 我哭笑不得 印象中 她们都很在乎工作 经常在学校忙到半夜才回家 我不想因为自己 坏了她们的工作热情 但爸妈说 这些年 她们一心扑在工作上 忽略了自己的小家庭 在工作上 她们问心无愧 但对我却亏欠许多 她们坚持退休 带着我出去旅游 半年时间 我们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游览了名山大川 欣赏了大自然的雄伟壮阔 我发现自己的心胸 也开阔了很多 玉洁在心的那股之闷之气 也慢慢消散 我一点点变得开朗起来 是啊 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 我都还没来得及欣赏 怎么能因为小小的爱情 就一蹶不振呢 回到家后 我开始振作起来 我报了一堆网课 都是关于服装设计的 一边跟着老师学 一边自己研究 之所以学这个 不是因为我还放不下 非要跟林熙征 或者还想跟蒋旭舟的公司 有什么纠葛 只是因为我喜欢 曾经上大学时 我就想报设计类相关专业 但因为太听蒋旭舟的话 就放弃了 现在 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做自己喜欢的事 一头扎进芝士的海洋 我沉浸其中 忘记了周遭 自从我回家后 家里隔段时间 就会收到超大包裹的快递 里面装满了我喜欢的零食 一看就知道是谁寄的 这些年来 蒋旭舟习惯了给我定期买零食 可是我们都分手了 不知道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我给他发信息 不要再寄零食给我了 蒋旭舟秒回 松松不要多想 你永远是我疼爱的妹妹 我回复 我们已经分手 和你保持距离 是我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系 过年蒋旭舟回家了 带上了灵溪 他还提着礼品来我家拜年 敲了半天门 我们都没开 假装家里没人 等到门外的人走了 我爸叹气 是时候搬家了 全武中家属院的人都知道 我和他以前在一起 现在分了 整天面对大家好奇 打亮的眼神是挺尴尬的 加上爸妈也退休了 不用每天去学校上课了 住的离学校近不近也没关系了 过完年 爸妈就开始看房 我们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 三个月后就搬了进去 学习的过程挺痛苦的 对于设计 我以前只是感兴趣 但真正当作专业来学 我才发现自己完全是门外汉 什么都不懂 那些声色难懂的理论知识 那些难如登天的实操作业 常常将我折磨得痛苦不堪 好多次我都想放弃了 想着干脆找个轻松的工作 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 可是就这么放弃了 我会难受死的 为什么别人能成功 我就不行呢 我天生比别人笨嘛 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强烈的 不服输的性子 每次都咬牙挺过去了 从一开始 网课老师每次讲解作业时 都拿我的作业当反面教材 到后来评论我的作业时 会说一句规规矩矩 没什么大错 但也没有创意 终于有一次 老师指着我的作业评论道 手法还很稚嫩 但创意上有亮点 恭喜你 摸到一点设计的门道了 那天我对着电脑屏幕 泪流满面 直冷 我熬了一个个通宵 耗死了无数脑细胞 经历了一次次脑袋爆炸 用心完成的作业 终于得到了肯定 这一刻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原来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成就 内心的那种充实感 真的是无法比拟的 我想到 以前跟蒋徐州在一起时 他总是那么优秀 上学时成绩拔尖 毕业后事业成功 周围的人总是夸赞他 我站在旁边 也予有容颜 我为他感到骄傲 但我现在明白了 别人在优秀 取得在大的成就 那也不是自己的 只有自己亲身努力 亲手获得的成绩 才会拥有真正的踏实感 蒋徐州在成功 但我站在他旁边 也不能获得丝毫自信 由内而外的自信 只能自己给自己 我不知道蒋徐州是怎么想的 明明当初变心的是他 要分手的也是他 为什么现在却一副 对我放不下的样子 我拉黑了他 他就换号码联系我 松松 我们虽然分手了 但毕竟有从小一起 长到大的情意 没必要变成敌人 老死不相往来 你也不用为了我离开这里 叔叔阿姨年纪也大了 你不能任性 还让他们照顾你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耐着性子回复他 我有自己的安排 我想在哪里生活 是我的自由 不用你插手 而且爸妈年纪大了 我在身边 不正好可以照顾他们 别开玩笑了 蒋徐州似乎笑了下 松松 你怎么会照顾人 你连鞋带都系不好 连燃气灶都不会开 你在生活上 完全是小白 听话 不要跟我呕气了 回来吧 你是我的邻家妹妹 我不会不管你的 我第一次发现 蒋徐州居然这样自大 我的语气认真严肃 没有人天生 什么都会做 都是慢慢学会的 以前我不会 是因为你的霸道强势 自古包揽我的一切 现在别说是开燃气灶 我连家常菜 都能做十几道 上个星期 我还帮爸妈安排了全身体检 他们还感叹 现在家里都是我做主了 你看 没有你 我可以活得很好 松松 你不要嘴硬 到底是我嘴硬 还是你纠缠不休 蒋徐州 我再次提醒你 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不想跟有女朋友的男人产生瓜葛 你现在这样到底想做什么 不会是还放不下我吧 为什么非要觉得离开你我就活不了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大 别这么贱 可能是从来没听过我说过这么恶毒难听的话 蒋徐州沉默了两球 才挂了电话 我曾经报网课的老师给我发了一个链接 是关于省服装设计大赛的通知 这个大赛是明昭集团和几家官方机构联合举办的 老师说你的设计挺有灵性 可以试试 我报名了 当然没指望获奖 重在参与 主要是想感受下氛围 欣赏其他优秀作品 经历了三轮的选拔 没想到的是 我居然进入了决赛圈 入围前十名 决赛现场 我坐在台下 听到明昭设计总监念叨我的名字 第三名获得者 夏松松 那一刻周遭一切都安静下来 我只听到自己心脏砰砰跳的声音 我居然也能获奖 一种前所未有的 被肯定的成就感应慢胸腔 那种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就 真的是太棒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领完奖后 我一直抱着奖杯 晕晕乎乎过完全场颁奖大会 整个人轻飘飘的 嘴角不自觉地一直翘着 颁奖礼结束后 观众散场 明昭集团的设计总监 那位给我颁奖的超级优秀的程女士 过来跟我们获奖者一一握手 他笑着问我 愿不愿意去明昭的设计部任职 我猛了 明昭设计部 我也可以 本能动作比脑子更快 嘴巴还没答应 我就忙不得点头 程总监朝我伸手 欢迎入职明昭 明昭集团不愧为500强企业 工作分为用一个字形容 那就是卷 太卷了 同事们之间 很少有电视剧里演的勾心斗角 大家都一门心思铺在工作上 早上八点半上班 八点左右 就有很多人买手办公桌了 晚上九点多 大厦里还都是灯火通明 每个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对工作有着无限热情 不过明昭对员工很大方 加班费给的那叫一个舍的 大家也加得心甘情愿 与此同时 带来的是同事间的高度默契 以及工作上的高效高智 我以为自己很难适应这样的节奏 可是连续上班半个月 居然一点不觉得疲惫 反而浑身充满干净 每当自己的成果获得领导的肯定 全身细胞就会兴奋起来 我从来不知道 自己原来是个事业批 更惊喜的是筹备新产品 公司居然确定 要用我设计的杏花与系列 我还在自我怀疑 不敢相信时 程总监给予了我充分的肯定 你的这套设计 很契合我们的主题 样式也新颖别致 我没看错 夏松松好样的 这句话仿佛炎热的夏天 灌进嘴里的草莓冰沙 让人浑身舒畅 新品上市后反响不错 前期销售火爆 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庆功宴 开心的我喝了一杯红酒 晚上回家时 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到门口时 看到那里的高大身影 我吓了一跳 正准备从包里掏出辣椒水时 对面的人开口了 松松 别怕 是我 我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人 不是很爽 你来干嘛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 我联系不上你 打听了好久 才知道你的住处 蒋旭舟沉默半晌开口 你还好吗 好的很 听说你入职了明昭 松松听我说 那样的世界 明其水很深 你那么单纯 肯定被别人吃得 连骨头都不剩 我可以帮你找个轻松 人际关系又和谐地工作 闭嘴 我气得打断他 你是我什么人 我在哪工作 你管得着吗 谁稀罕你帮忙找工作 我是真的关心你 明昭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不想你被欺负 连灵溪当初 想进去都没成功 可想而知 那里有多复杂 蒋旭舟 还在苦口婆心地劝我 我冷笑 怪不得 你会因为这是找来 是灵溪告诉你的吧 怎么 他没进去的企业 我进去了 他嫉妒我 告诉你 他灵溪进不去 是因为他能力不够 蒋旭舟 叹了口气 你不要识性子 灵溪什么能力 你也知道 我当然知道 他设计的产品 没有一个爆款吧 我打断他 销量的好坏 有很多因素 并不单纯取决于设计 蒋旭舟还想解释 我轻笑 明朝刚上市 销售火爆的杏花语系列 我设计的怎么样 比起灵溪来 水平怎么样 杏花语系列 蒋旭舟失效 一副纵容的语气 你不要瞎开玩笑 我打开手机 搜索到杏花语系列的发布会视频 对到他脸上 看吧 蒋旭舟从一开始皱着眉头 到后来惊讶地瞪大眼睛 这个主讲人是你 对呀 因为我是设计师 我从来不知道 你竟这样优秀 他喃喃自语 过去的不优秀 是因为你的压制 我盯着他 是你阻拦了我的优秀发展 懂吗 对不起 他满脸痛苦 既然分手了 那就做一个合格的前任 不要再有联系了 我凑近他一字一顿 现在请离开我家 他猛地皱起了眉头 你喝酒了 松松 我跟你说过 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不要喝酒 我不耐烦地推扰着他到门口 你以什么身份管我 你有资格吗 这里不欢迎你 滚 手足无措的蒋旭舟 被我直接推到了门外 他还不死心 扒着门框 松松 听我 我盯着他的眼睛 发自肺腑道 我从来不怕别人的欺负 因为自从和你分开 我发现真正欺负我的人只有你一个 把我吃的骨头都不剩的人 也是你 趁着蒋旭舟呆愣的瞬间 我碰了关上门 我全身心投入工作 越来越游刃有余 年底实际总监找到了我 他说公司有一个外派学习的机会 地点在巴黎 时间是两年 问我愿不愿意 我回答得毫不犹豫 愿意 时尚之都 哪个做设计的人不向往呢 我把打算告诉了爸妈 他们也很支持我 过完年 我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 在我家楼下时 我又看到了蒋旭舟 他看起来瘦了很多 脸色苍白 整个人都很颓废 仿佛失去了精气神 你要去巴黎 他看着我的行李箱 沙哑着声音问道 对 能找个地方聊聊吗 他的眼里带着祈求 我看时间还早 点了点头 听说你五一 要结婚了 提前恭喜你 在咖啡馆坐下 我先开口 这是听以前的同事说的 虽然不常联系 但偶尔也会发一两条消息 他说 灵溪在公司 俨然依附女主人的姿态 还邀请大家五一参加婚礼 我知道他对我说这话的心思 倒不是有什么恶意 人都有凑热闹 看八卦的想法 我不会和灵溪结婚 蒋旭舟语气迫切 我已经跟他分手了 哦 我表情淡淡 我还让他交了辞职信 以后他不会在公司了 哦 蒋旭周红着眼眶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颓废狼狈的表情 松松 我错了 他捂着眼睛 声音哽咽 一开始 我对灵溪是欣赏的 他有才华 性格还开朗大方 我聊什么 他都能接得上话 和他聊天很愉快 这种很有默契的畅谈 让我觉得很新奇 我把这种感情错当成了爱情 所以呢 我跟不上你的思维节奏 跟我聊天没有默契 那真是委屈了 您这二十多年了 我冷哼 之前说错把我们的亲情当爱情 现在又说错把对他的欣赏当爱情 那下一次呢 你到底能不能分清自己的爱情 对于他的示弱 我没有任何心软的感觉 只是很烦躁 想赶紧结束离开 自从你离开后 我越来越想你 我发现自己无所适从 没有你的日子 每一天都那么难熬 我只想把自己锁在家里 因为只有家里还有你的味道 这么多年 你已经融进了我的血液 我根本离不开你 可是我愚蠢 后知后觉 我把你弄丢了 我跟灵溪提了分手 她不同意 纠缠了很久 后来我威胁她再不离开 就让她在这行混不下去 她才走 处理好她的事 我才想着来找你 可是却听说你要出国了 你是真的没发现对我的感情吗 我犀利地戳穿她 不 你知道自己爱我 我也能感受到 你以前确实爱我 不然都可能对我那么好 可是 你终究还是犯了男人的通病 你被其他人吸引 在我们的感情里开小差了 至于你为什么敢出轨 因为你对我太笃定了 这些年你把我养成了 生活不能自理的废物 我对你的依赖太深了 你确信我离不开你 甚至离了你连独立生存的能力都没有 你太自信了 以为我永远不会离开 只要一回头 我就还在原地 所以你才能那样大胆地欺负我 对不起 蒋旭舟的哭腔 一直从负着道歉 我微笑 一开始的确像你想的那样 我感觉离了你会死 所以我放弃自尊地纠缠你 却被你肆意践踏 可是真的出了车祸 我却害怕了 我发现我不想死 我还有爸妈 还有未来 就这么死了 我不甘心 很庆幸我走出来了 现在活得很好 你看 这个世界 不是谁离了谁就活不了的 不 离开你我活不了 松松求求你 不要离开我 蒋旭舟苦苦哀求 不是你分手的时候对我说的 让我多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吗 我去看了 然后发现 外面的风景确实很美 而你也确实没那么重要 你还是一样自私 去巴黎 我可以学到向往的知识 能充实自己 丰富阅历 留下来能获得什么 还像过去一样 被你当宠物圈养吗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急着解释 我站起身 拉过行李箱 我要赶飞机 不陪你煽请了 我送你 不需要 我直接拒绝 走出几步背后 传来他的声音 松松 我会等你 不管是一年 两年 还是一辈子 我都会一直等下去 直到你回心转移 我连脚步都没停一下 他等不等 不关我事 对于我来说 他已经是陌生人了 去机场的路上 看着窗外的阳光 我心情愉悦 此生我已经找到了 自己追求的事业 接下来就全力以赴 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吧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